腰開頭的是消防水箱車 2是直線雲梯車 3是曲折雲梯車 4是錦背車 5是化學車 6是水庫車 拐是救助器材車 9是救護車 彎台彎台同安915叫 大家好歡迎來到消防救賞 近期上映的火神的眼淚 劇中出現許多令人費解的名詞 例如同安動拐 光榮三腰許多從未聽過的術語 雖然不影響劇情 但是可能觀眾看了會有一些疑問 今天將介紹救災救護的代號 讓各位更能融入這部消防職人劇 首先你打119叫救護車 就是消防員開的 雖然有專門負責救護的消防單位 但是大部分都是所有任務全包的一般消防分隊 路上在跑的救護車有80%都是消防員在開的 其餘是民間以及醫院的救護車 劇中救護車的名稱是同安911 看過軍教片或當過兵的弟兄應該會覺得很熟悉 這就是分隊名稱加車輛代號 消防隊有許多不同的車輛 每種車輛有自己的代號 通常前面是分隊的名稱 後面是車輛代號 腰開頭的是消防水箱車 2是直線雲梯車 3是曲折雲梯車 4是警備車 5是化學車 6是水庫車 拐是救助器材車 9是救護車 數字的念法其實跟當兵的時候差不多 動腰23456拐89 後面的位數是第幾台車 第一台車就是腰 第二台車就是兩 所以木柵分隊的第一台水庫車就是木柵六腰 彰化分隊的第二台水箱車就是彰化腰兩 而彎台是指揮中心的代號 每個縣市的代號都不一樣 當報案人拨打119時 會針對通話的基地台位置連線到當地的指揮中心 指揮中心是統一接報案電話的單位 當接到以後 會派遣最近的消防分隊去執行任務 所以打119不是打給當地的消防隊 而是當地的指揮中心 在執行任何勤務時都需要回報指揮中心 使用無線電回報時先呼叫對方的代號 要重複兩次去強調 避免對方沒有注意到 後面是執行任務的車輛代號或者人員 假設我開同安九搖 要回報給指揮中心 回報的方式就是 彎台彎台同安九搖呼叫 彎台彎台同安九搖呼叫 在第二集的就立案件中 丘什爾呼叫同安洞拐 有沒有發現開頭是洞沒有這個車輛代號 這時候大家是不是很疑惑啊 其實丘什爾呼叫的是對上的弟兄 同安洞拐是人員的編號 分隊的每個消防員都有自己的編號 我們稱為番號 例如一番王小民 二番李大臣 按照123的順序以此類推 災害現場我們無線電呼叫都是用代號呼叫 會在番號前面加個0 我們會唸洞 這樣比較好唸 劇中的就是呼叫同安洞拐 表示呼叫同安分隊的7號 聰明的你是不是發現了 番號11號跟前面講過的水箱車同安夭夭重複了呢 沒錯 所以這個也是前面要加0的原因 如果要呼叫同安分隊的11號人員 就要呼叫同安洞夭夭 不是呼叫同安夭夭 呼叫的方式跟車輛呼叫一樣 前面是你要呼叫的人 後面是你自己 劇中溫生好飾演的丘舌想要呼叫7號人員 他就會喊同安洞拐同安洞拐 汗塵呼叫 同安洞拐同安洞拐汗塵呼叫 也可以喊同安洞拐同安洞拐 同安洞塵呼叫 還有許多的小細節劇中都有演出來 希望今天的代號講解能讓你更融入劇中 準備好聽 最後一集 字幕詞 劇中文字幕 李宗盈 李宗盈 給我們 我們 我們 有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